夏小贤 如果有这样的环节 你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 我没有这种环节 什么类型的礼物 我没有这种类型 我很难 这个我就好难 你看 你看 反不反 你看 反不反 我真的不会送礼物 没有礼物 我没有人要送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活动 朋友们在一块倔 说大家要互抽礼物 你要送礼物 就是你得知道 这人喜欢什么 我才会 交换礼物 对 我得知道你喜欢什么 你不知道谁抽到 好几个人 你都不知道谁抽到 什么叫交换礼物 我没跟人交换过礼物 把刀给我 有没有刀 有没有刀 刀在哪里 就这么没朋友 咋可能 来 我们来看 人家的海 孝鲜 看 来 我来发吧 我又抽了 我就跟别人换吧 我又抽了 我就跟别人换吧 这是谁 是我 你终于戳爆了 鼓掌 来 主宰一下 把这个游戏升级一下 把这个游戏升级一下 女生的设想 就你觉得比较理想的是什么类型 类型嘛 要说三 两三点 五点吧 五点好多 康康是个狠人 好不容易让我抽了一个 开玩笑 我可能想象的第一点是 可能是比较开朗的 外形是很瘦的 很瘦的 好 皮肤 皮肤满一点 还有就是 其实我是觉得 比较随和一点 其实还是性格上的 就大家其实很 OK 很多方面都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一品 但是大家一品都很好 所以我没办法去 对 做半天了 我能摸 然后你喊停 那这样吧 这样 有意思 我喜欢这样 是吗 好吗 装过去 装过去 这可不可以 就这个吧 你好幸运 你很幸运 她说好幸运应该是花花的 你拆开看一下 拆了 不会是电子产品吧 是一个很好看的香粉 但是它的造型很别致 好精致 什么味道的 桂花味的 对 是桂花吧 我特别喜欢桂花的味道 讲实话 这是真的 谢谢 您手机不错 咱俩注意五 对啊